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礼拜韩国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跟着天忆一起来看看吧 不过啊 也有些不是那么顺利的 那据Sman公司表示呢 雪莉和男友金敏俊在近日已经分手了 他们在五月公开的恋情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最终还是分手了 雪莉的男朋友表示啊 因为跟雪莉的身份差距很大 所以一直接受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还是选择了分手 不过啊 天忆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演员的作品上面 雪莉最近主演的电影 Real也是上映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给予支持与应援哦 艺人们的私生活就不要那么在意啦 那平时啊 我们都会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那作为艺人呢 也是要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最近啊 在SM公司的家族演唱会上 孝心刘士允也是参与了演出 不过啊 在介绍其中一个节目的时候 他用了侮辱残疾人的词汇 在演出结束之后啊 网上就引起了一大片的争议 网友们都表示啊 这个演出是七岁以上的人都可以观看 并且现场一定也会有残疾人的观众 用这样的词汇真的是非常的不恰当 那天忆还是希望 艺人们都可以谨言慎行 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带起更多的正能量 那说完了刚刚的两则新闻啊 天忆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消息 一定非常非常的让你们期待哦 那说完了这些新闻呢 天忆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啊 应该是会让非常多的人都很激动 那就是我们的XO要回归啦 那XO呢 从出道开始就一直获得了非常大的人气 这次啊 他们也是卯足了权力 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以及欢快的舞蹈要带给大家 我想各位粉丝们应该是跟天一样 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吧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夏天 听着XO的歌曲越来越开心哦 韩国的艺人们啊 都会经历一段长时间的兵役 那最近呢 帝国之子的认识员也是正式入伍啦 那在11号上午呢 认识员在金字道跟粉丝们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表示啊 会成为更好的人回来跟大家见面 他也透露同组合的光息也给他带去了应援 那天一也希望啊 我们的认识员小哥哥 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 再重新回到大家的面前 粉丝们都在这里等你哦 那最近呢 Super Junior的迎贺也是结束了兵役 终于回到大家的视线里了嘛 那除了粉丝们呢 同组合的艺生啊 神童啊 东海啊 利特啊 都去现场纷纷支持了银鹤 那银鹤也表示啊 时隔多久站在大家的面前多少有些紧张 不过他还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咯 那不仅是银鹤 同组合的东海也是即将在14号结束兵役 回到大家的眼前啦 Super Junior也表示将在10月以7人的形式回归啦 希望小仙女们都要多多期待哦 真是辛苦了苦苦等待的小仙女们 你们的欧巴终于一个一个的回来了 那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啦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非常好奇 为什么天一今天会放这张专辑在这边呢 那这个啊 是我们最新出道的 Lime Soda的最新专辑 ZZZZ 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 在这个夏天啊 大家都可以听着ZZZ一起进入美好的一天咯 那下期节目再见啦 这里是天阿西亚TV 天音的漫娱拍韩语 下周再见咯 拜拜